台湾本土疫情严峻 台南市政府自17日起 实施民众联合洽工 采取分仓分流管制 台南市长黄伟哲更表示 为了防堵疫情南下扩散 将广设至少30处筛检站 医院门口都有快筛站 但是为了因为医院门口快筛站的话 就是有可能有染疫的人 要去那边做快筛 在门口民众等着快筛的人大排长龙 本来搞不好没有染疫了 因为这样大排长龙近距离接触 反而染疫了 为了避免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是要把快筛站再增加 而且增加的数量 可能会至少增加30个以上 黄伟哲进一步表示 台湾是自由流动的地方 整个台湾就是一日生活圈 除了广设筛检站 也会向中央申请快筛试剂 及相关物资 希望将每日快筛能量 提升到5000人次 如果依照台北的标准 一天大概他筛个几百个没问题 30个的话 一天大概筛个5000个没问题 黄伟哲也强调 不论南北都是同州一命的 现在有许多北部人难漂 因为没有办法一一筛检 可能隐藏许多无症状感染者 让防堵疫情更加困难 民众更要做好自我防护 新唐人雅达电视时 金旺林佩云 台湾台能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